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 贾静雯和修杰凯作趁日落钱, 抓住两个宝贝女儿步步, 狗妞, 前往海边走走, 没想到步步境泄后一场情缘, 当场请牵一名男孩, 网友狂Q修杰凯要他别哭, 贾静雯在脸书表示, 忽然的放假时光抓住孩子们一起海边走走, 说走就走, 随行完, 没用意依然能下水, 相守大自然对孩子们是最好的保养, 只见他晒出踏浪戏水罩, 惊见步步和一名包尿布的男孩受牵手, 两人面朝大海, 相互对视, 画面相当有爱, 网友纷纷喊话在一起, 还有网友留言表示, 这是步步的新欢吗? 这样子把臂会哭哭哦? 据悉这名男孩其实是嫁静文弟弟 为私里的两岁儿子月月, 也就是步步的表弟, 只是单纯的手牵手好朋友, 修杰凯无需担心, 步步, 又, 左牵手一名小男孩, 翻射自贾静雯脸书, 贾静雯, 中, 左带一家人到海边戏水, 翻射自贾静雯脸书, 步步, 左儿, 牵手男孩, 其实是贾静雯, 又, 弟弟的儿子, 翻射自贾静雯脸书, 小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